好吧 既然我已命不久矣 不如痛快地告诉你们 容济峰隐藏多年的 真面目 如果你们听了之后 仍然心存疑虑 你们大哥日后去自行求证 容济峰 昔日乃是默幻坐下的精神弟子 他在灵教的时候 就替默幻做过很多恶事 好来 他为了称霸武林 成为新的武林之尊 更是判处灵教 重生了默幻 还有 他是 他是屠鹿北花 纳兰一家的 真凶 我 回来了 当日 北荒正值春日 可菩萨中刀剑无奇 却比阎东风雪更加冰寒 恰好 我疼哪个路过 血行之情 老死我都不会忘记 赤华珠 本为纳蛮里家的围绕 是容济峰 杀人所得 他们没有容济峰能耐 那颗种子 至今也没有培育出赤华珠 可是 可是纳兰一家 全部被容济峰所灭 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你当初就跟亲眼所见 为什么不救纳兰一家呢 容济峰 当日下了死命令 一个活口都不留 这是纳兰一家的灾祸 谁若参与其中 便会被牵连 便活不了 我又岂敢出手相救